歌手突围在歌单集结果曝光 网友 霍尊华晨与选歌太相迎 大家有没有看歌手呀 经过激烈的角逐 七位首发歌手最后只有汪峰、张韶涵、Jesse J顺利进入了总决赛 而其他首发歌手则需要于部位歌手和踢馆歌手再次同台PK 十位歌手在突雷赛赛场上同台竞演 最后只有四位能顺利的晋级总决赛 参加最后的歌王之战 那么李小冬、KZ、李盛杰、苏诗丁、玉可为、李权、霍尊、腾格尔 华晨与这十位歌手中究竟哪四位能进入最后的总决赛呢? 小编将在文章的最后为大家揭晓 下面小编先带大家来看看网上爆料出的总决赛歌单吧 为了能进总决赛 歌手们可都是拿出了看家本领 1. 李小冬 我心肠自在 听到这歌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其实这首歌是李小冬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这首歌的曲风并不像他之前的后来 消愁那样深情稳重 而是一首燃力十足的歌曲 这也是李小冬突破自我的一次挑战 据说现场观众的反响都不错 看来李小冬这次是有备而来 2. KZ给孩子 KZ谈定安自从来到歌手舞台演唱了几首英文歌 也演唱了几首中文歌 但是就是没有唱过自己家乡菲律宾的歌曲 突雷赛他精心挑选了这首 菲律宾家喻户晓的歌曲 给孩子也算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 给孩子写的是父母对子女的爱 情感十分浓厚 KZ感染力极强的演绎 也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 看来又是一首大哥 3.李盛杰说赞就赞 李盛杰这次选择了前段时间大火的歌曲说赞就赞 虽然很多人可能对这首歌都有点听够了 因为确实太火了 不过李盛杰还是选择了这首歌曲 并且在编曲上下了很大功夫 相信李盛杰一定能用他的独特声线 为这首歌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4.苏世丁红眼睛 其实苏世丁在歌手舞台上带来的歌曲都挺好听的 唱功也不错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观众源一致不太好 盖过了歌曲和演唱本身的华丽服饰 过于复杂的编曲 因此也有人评价他说 他是被自己的自卑心理给包裹住了 不过还是有很多的粉丝一直关注着他 支持着他 小编也非常喜欢他唱过的那几首歌曲 这次苏世丁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一首红眼睛呢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5.张天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我爱你 这首歌相信每个人都听过吧 这首中文歌曲在30至40年代先是在中国活起来 接着被美国歌手翻唱迅速在美国走红 不知道张天将会如何演绎这首歌运户晓的歌曲 如何在歌曲中加入自己的影迹 让我们拭目以待 6.玉可为影子 无穷版 上次玉可为为大家带来的苏州平坛可以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玉可为又选择了一首冷门的影子 甚至网上关于这首歌的消息都没有多少 不过既然玉可为选择了这首歌 不过既然玉可为选择了这首歌就一定有信心将它演绎好 期待 7.李全 李全 8.霍封卷珠莲 在大家的呼喊声中 霍尊这次选择了万众期待的自己的成名曲 《卷珠莲》 而且为了在歌手舞台上给大家带来和之前不一样的感觉 霍尊卷珠莲珠 多少人被惊艳道 大家都对这首歌有了重新的认识 甚至很多外国人都很惊奇 时间怎么会有这样独特的声音 几段嘶吼让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而这次腾格尔又拿出了自己最擅长的草原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据说还带来了马头琴和一位蒙古的古灰级表演艺术家 激励地还原大草原的气氛 让人很是期待啊 10.华晨宇我 华晨宇将在突围赛的舞台上再次为大家带来张国荣的我 听到这个消息不少粉丝都坐不住了 要知道这首歌实在是太经典了 就在本期张天就曾经演唱过这首歌曲 而之前《我是歌手》第一季中尚文杰也曾经演唱过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起这首歌和华晨宇还真是有很大的缘分 因为华晨宇在2013年快难比赛的时候就演唱过这首《我》 当时可以说是圈粉无数 相信花花这次一定会带来全新的编曲 不让粉丝失望 不过 在看过了十位歌手突围赛的选曲之后 有网友这样说道 霍尊和华晨宇这歌单也是太想赢 此语一出 评论马上炸了 网友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 其实小编觉得 这位网友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这两首歌确实可以说是二位歌手的代表作了 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两首歌才更深入地了解了两位歌手 但是这本来就是个比赛 当然每个人都想胜出 与其说是想胜出 不如说是想给观众呈现出更优秀的作品 更惊艳的现场 况且每位歌手都不是自己一个人 背后都有团队 都有公司 自己的一成一败都影响了很多人 所以作为观众的我们 还是好好听歌 欣赏歌手们用心准备的表演吧 最后 小编要放上入围总决赛的名单喽 他们就是 和你心里的名单一样吗 你最喜欢哪位歌手呢 我家人都想胜出 所以要是想胜出 她们逐步 那之后 可能汉尔 都联合 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